番茄也走了 我觉得 我完蛋了 我看你也快完了 无一过后就一直发呆 业务也不去跑了 很快啊 凭你那点死工资 没有提成的话 你连物业费都交不起了 除非你好意思 去问你爸伸手要钱 要不然的话 你就得紧易缩食了 咱们呢 就是赤手空拳 来上海打拼的小白领 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 才能有衣食住行 爱情这种奢侈的东西啊 咱们是消费不起的 好了啊 放下吧 该振作起来去工作了 考虑是都懂 可是我就是心情不好 没有心情吗 小白领不配有心情 你回忆回忆 你把工作弄丢的时候 有人管你心情吗 有人跟你讲感情吗 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珍惜 你现在拥有的工作 折腾不起了 这样 今天是周六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硬气给封存了 明天呢 你还有一天的时间 去调整好心情 后天一早 精神抖擦地上班去 去挣活命前 没有别的选择了 冠冠 你几岁了 你怎么这么残酷啊 我还想问你几岁了 怎么这么天真 吃吧 赶紧吃 吃完了想想自己身处的位置 食不我待 物业费 房租 水费 电费 电话卡 你自己算算吧 你上次跟我说的 健身中心在哪里啊 我怎么没找到啊 盘式咖啡的楼上 drop 那我方向前 你好 我之前打过电话 我新关 是关小姐是吧 来 这边请 请坐 请 你想学什么类型的舞蹈呢 我想学肚皮舞或者是肝肝舞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舞蹈室 这是我们的一份课程表 你们可以看一下 时间安排呢 一般都是在晚上的六点半 比较适合像这样的上班族 然后还有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会员价格单 有月卡 计卡 还有年卡 我是建议您呢 办一个一年次的资卡 这样会比较划算一些 好的 那我回去再考虑一下好吗 行 好的 那这个您拿好 然后外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回答通话 麻烦您了 好 再见 拜拜 这场结果锻炼太要命了 一锻炼就拉上 冲死我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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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回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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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夜晚只有关聚儿是孤独的 即使他平日里话语不多 也寂寞地在屋里徘徊了好几圈 最终他体贴地给两位室友留门 不去打扰他们的美好夜晚 这一夜 关聚儿想到从高中起 每一个追求过他的男人 安地姐 这个周末我去了几家健身房和舞蹈中心看了看 我觉得肚皮舞和肝管舞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肚皮舞 你选的不错 肝管舞如果没有舞蹈功底的话 会非常容易受伤 所以我在家画了个表格 然后我对比出了性价比最高的地方 你没事也可以去看一看 我舞一过后就打算报名了 然后我打算办一张年卡 这样子学的时间长一点 这个效果肯定会好 那边的人还跟我说 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 咱们还能有折扣 我不适合舞蹈 我想学拳击 拳击 不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边有学拳击的地方吗 有 都有拳击教室 那这样 我等一下回公司 我就把三个选择 都发到你的邮箱里 然后你看看 你比较喜欢哪个 你对比着环境啊 还有课程 然后这样子咱俩在商量 我不用看了 你选的一定不会错 你这个人考虑问题很周全 办事情也很放心 这种事情交给你 我放心 安妮姐 你说话好像我上司呀 是吗 那你的上司 一定很信任你的工作能力 我刚才也想到这一点了 我好开心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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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